好来关心啊 在这个昨天晚间11点多 高雄市小港区20路发生了骑楼火警 停在自家门口的自小客车 突然起火燃烧 把停在骑楼机车轿车烧的面目全非 还好无主及时逃出无人伤亡 但初步研判造成火灾 居然是因为点纹香热的祸 停在明宅前的轿车被烧的面目全非 车内一片焦黑 座椅被烧到只剩下骨架 玻璃碎片满布 车外也都是火烧和狠机 地上一堆鞋子全被烧毁 脚踏车也难逃注农之灾 现场一片狼藉 好几部机车遭到了波及 7号晚间11点多 位于高雄市20路199巷内 突如其来的大火 把屋主和附近居民都吓了一大跳 火灾发生当下 幸好屋主及时逃出 没有人员伤亡 消防队员灭火后 也请台电人员在现场检查 是否有电线短路 初步研判会发生火灾 是屋主在门口点蚊香 不慎隐燃亦燃物导致 疑似因为点蚊香酿成火灾 一发不可收拾 波及砌机车 警校呼吁 尽管只是小小火苗 都不可以答应 周遭千万别放亦燃物品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记者陈立国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